請各位看前面的頭影幕 我們今天打算先從最簡單的繪圖功能開始 做示範 然後最終成品會做一個小畫板 小畫板就是你用滑鼠在上面畫東西或選字 這是一個畫圖功能示範的程式 基本上這個程式是視窗的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它的主要的重點 第一個你要在window form裡面畫圖 你需要先建立一個畫圖的物件 所以用create graphics可以建立畫圖的物件 再來的話你要用筆才有辦法畫線之類的 或者是畫矩形 畫圓形 再來你可以設定不同顏色的筆 像這個是黑色的筆 這個是藍色的筆 那也可以設定它不同的寬度 像這個是三點的寬度 這個是五點的寬度 那點數越多的話 點數越多的話它的筆就越粗 那另外是你可以畫線 你可以畫矩形 可以顯示字串 然後可以畫圖 圖片 那所以我們來試一下這一些功能 所以我先新增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呢 window form的專案 從其中考之後 我們大致上應該幾乎都是window form的專案 好 那在這裡各位會想說 那我為什麼要畫圖呢 我視窗裡面不是 就是舉個例子好了 我視窗裡面不是有這個標記嗎 那所以我拉出來我可以設定字啊 那我上面呢 我也有一些 像image box image picture box picture box 像這個東西拉出來 我可以弄一張圖進來 那既然是這樣 我為什麼還要畫圖 不過你如果要畫線和圓形 就沒辦法 除非你先弄一張照片 但是圓形把它踩進來 否則的話你要畫線怎麼辦 你寫字可以 放照片可以 你要畫線 用線畫一個圖案 或者是你要在上面做畫筆 就是說我滑鼠按下去的時候就開始畫 那個就沒有辦法用這種picture box或label OK 那這時候你必須要用畫圖的方式 好 那所以剛剛那些我就直接砍掉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做這個畫圖的程式 我們先點兩下進去 好 那你會看到我們一開始呢 是程式只有短短的 那你會看到在這個initialize component 這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執行完之後 其實就是所有的原件 它都初始化完畢了 那代表說我們可以開始做我們想要做的事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原件執行 就是initialize component之前的話 你最好不要做任何動作 否則的話很可能會出bug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呢就先 好 這裡 各位有看到我打list list就指這個 font1 font1的create graphics 這個東西就是創立畫圖物件的函數 好 那它創立出來的函數叫graphics 那為了讓這一個函數 這個物件在之後可以用 我們必須要把它宣告在類別裡面 如果我宣告在這個函數裡面 就只有這個函數裡面可以用 所以我應該宣告在類別裡面之後 才可以任意的取用 那接下來我們需要宣告畫筆 畫筆 那這個是pen 我先宣告一個畫筆 然後呢 畫筆的宣告方法是這樣 ok new pen 就可以 好 那這邊有一個筆刷喔 但是 你也可以再建立一個新的筆刷 那筆刷有時候可以做一些比較複雜的功能 不過我們現在沒有要那麼複雜 所以我就先直接直接用 顏色和粗細就好 那它這個是一個多載函數 所以它有一個參數的 有兩個參數的 那我們 用了就知道 那當我是這樣子說color black 那我如果直接這樣子的話 那我如果直接這樣子的話也可以 那如果我要指定寬度 那也可以 那這個部分大致上 出實話的部分就是 你把資源 該有的 會一直用到的物件先建起來 那接下來呢 就是你真正畫的時候要做的事情 那真正畫的時候 請你寫在這個paint這個函數裡面 ok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寫在這裡 paint這個函數 是每次Windows要重新畫一個視窗的時候 它就會呼叫這個paint函數 所以如果你只寫在譬如說 phone load 那你會看到它畫出一次 接下來你把視窗移動一下 它不再畫 那所以當你寫在paint的時候 它每次都會畫 ok 那這是它不同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用 Draw line啊Draw rectangle Draw string Draw string 這些東西 那我稍微把這些直接抠過來 好了 好 那我們需要放在paint函數 那paint函數在哪裡呢 我們在這個form裡面 這裡 這裡 這裡有個paint paint 把它點下去 好 你就會發現這裡 它出了一個form1.paint 那這時候我把它勾進去 好 因為我暫時還不想畫出那張影像 因為我 我還沒把影像勾進來 所以我先把影像的部分拿掉 我們先看一下 畫線 好 畫 矩形 還有畫字 好 那這裡有建置錯誤 我們看一下 先看一下 建置錯誤的地方 好 blue pen 我沒有宣告blue pen 我只宣告了pen而已 所以我這邊就不要用blue pen 就用黑色的筆去畫 好 那接下來它說有個font不存在 那我因為沒有宣告font 所以呢 在這裡 這邊有宣告一個font 好 那我把font也在初始化的時候建立一下 好 那記得喔 這個東西 最好是放在類別裡面 否則在別的函數 就沒辦法用 那這裡前面就不要再宣告形態 否則它會宣告一個區域的變數 好 那這樣子我們 這一個程式再建置一次 他說blush沒有在裡面 那就是 這個畫字串的時候 要給筆刷啦 那所以呢 我們把筆刷也加進來好了 因為筆刷可以產生一些 譬如說漸層之類的那種特效 那 或許也有 不加筆刷的 的 的 多 就是 多載函數 但是 目前看起來 我們 所使用的是有加筆刷的多載函數 好 好 那 這是筆刷 OK 我把筆刷也建立起來 通通都是先用黑色就好 好 那這個筆刷 blush 好 好 那就有個小錯誤 好 這個 後面呢 沒有 加分號 這也是 很多同學都會犯的錯誤 好 那這樣子 我這一個程式 一開始示範畫圖的程式 的bug就沒了 那我們 開始 執行一下 好 那你會看到我們這邊 畫了一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是哪個指令畫的呢 是這個 Draw Line 從11 11就是 左上角這一點 那 300 100 300 100 這邊是300 這邊是100 OK 所以是300 100 就是這條線 好 那我的筆 畫筆都是設3點的寬度 所以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有點粗粗的 那 接下來這個是Draw Lectangle 在哪裡做呢 在5050到100 100之間 這裡是5050 那這裡是 這不是100 100之間 5050 然後寬度和長度各是 寬度和高度各是100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是5050 這邊應該是150 150 因為寬度和高度各100 所以這樣子畫出來的矩形 長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在150的地方 150的地方 再去畫 畫出 這其實是畫的 用Draw String去畫出hello你好 那它會在150的地方開始出現這個字 好 那這是一個 簡單的畫圖功能 接下來我們把那個 畫照片的部分也放上去 那我要先確定的是 路徑 對 好 我們的照片應該放在哪裡呢 那這個路徑一定要對 否則的話 你載入的照片會有問題 那我們先確定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專案 對 因為我還沒存檔 所以目前還沒有 沒有專案可言 所以 我先停止偵措 我們把這個檔案 按全部儲存 那你會看到 OK 我們的專案 它叫我們命名 那我這邊就叫做 PaintDemo 就是畫圖示範 那我們把它儲存起來 好 這時候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PaintDemo的那一個 專案資料架 這樣我們才確定說 它放置的位置是不是對 我現在已經放了一張 我自己的照片在這裡 但是呢 我如果今天要讓它可以定位的到 那 我把它放在這裡 顯然會是定位不到的 我試一次給各位看 好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OK 哇 出bug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找不到這個檔 那 為什麼它找不到 因為我的檔案呢 是放在這裡 我們的資料夾是在這裡 那是不是我把它移進去就找得到呢 也沒那麼簡單 那 你看一下就知道 來 我再停停止一次 那我再開始 真做 又找不到 那 如果放在這裡也找不到 我到底要移到哪裡 它才找得到呢 這個 這個 要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 它的 這個專案 我們之前寫程式 都幾乎沒有來看過 它的專案的結構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我們的 的 程式裡面 最上面有一個叫 SLN 這是總專案 總專案 那進去之後呢 有一個 CS Project 這是 真正我這個專案 一個總專案 可以包含 很多個紫專案 OK 那這才是我的 我的紫專案 那 目前的 我們的專案 其實是這個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還有很多資料夾 好 而且我這邊沒有看到 執行檔 執行檔在哪裡 執行檔 我要進去 它有兩個版本 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呢 一般來講 在可以偵錯的模式 這種 它的執行檔 會放在Debug裡面 會放在Debug裡面 但是如果你 已經 不想偵錯了 因為你的 產品如果是要釋出的 不需要偵錯了 釋出的東西 你最好不要再偵錯 因為 突然之間 跳出一個偵錯訊息 那個使用者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你就用Release吧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的 程式其實 目前是放在Debug裡面 那放在Debug裡面 的時候 我的圖 如果要用這樣的 它的路徑 也就是說 根本就沒有指定 沒有指定路徑的情況之下 那也就是 跟它必須要 放在同一個資料架 所以 我應該要把 剛剛的 欸 我的圖片 這裡 再繼續往進 裡面移 它要再移喔 它要再移 可以 放到這個Debug裡面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 這時候就出來了 好 那所以 記得 你的圖片 是 要放在 你 這個程式 可以定的到的位置 那 怎麼定到呢 那你跟程式 放在同一個資料架 就沒問題 但是呢 你也可以放上一層 放上一層 改這樣 我剪下一下 欸 這時候它可能鎖住了 我先把這個關掉 我放到上上層 OK 也就是這裡 我如果放到這裡的話 我應該怎麼定位呢 我應該這樣 兩點 這個代表上一層的資料架 那再一次就是上上層的資料架 我們試試看 OK 這可以定的到 所以 我現在放到 因為放到release或debug裡面 有點奇怪 對不對 因為你 你那個是放執行檔的地方 所以我放到上上層 這樣子是可以的 那當然其實 微軟的設計 它對每一個使用者 有時候也會放一個 使用者資料架 但如果你這個程式 對整個程式而言 它並不會區分說 這個使用者看到的圖片 跟那個使用者看到的圖片 是不同的 那如果是相同的 那其實你放一個就好 你就直接放在層面 程式的相對路径就好 那如果你希望每一個使用者 看到不同的 那你就要用使用者資料架 那所以我們目前這樣子 就OK了 那你隨便找一張圖片進來 把它畫出來 那另外就是 你可以參考一下 畫一些 線啊 你不只可以畫一條 對不對 你還可以畫其他的 比如說 好 這樣好了 那這樣他就會多畫一條線 OK 那你 不同的方式 甚至 你可以想想 如果我今天不借助他的 畫圓函式庫 我能不能畫一條一個圓 也可以啦 怎麼畫 就是 用三角函數嘛 就 就繞一圈 就可以畫 好 那所以大致上這個樣子 那請各位就先試著 做一個類似的東西 先能夠把圖畫出來 畫在一個任意的 視窗裡面就可以了 那我們的範例呢 就在 範例就在這個 我們的 一直在用的這一個 網站裡面的畫圖功能示範 那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來做畫板 畫板 就是讓你可以用滑鼠在上面 任意畫東西的 那請各位先 做這個 就當今天的 第一個 水塘作業 好 那各位開始吧